最近太多人直播还有教学单来说问我这个七等低小法二星 滑水上数九的玩法到底可不可行 这边只做客观的游戏理解跟探讨 不要对无关的事情做人身攻击以及没有必要的谩骂 先说一下这部影片所教数的就是 关于用法师为家三费二星去过度低护符 然后滑水上九的一个玩法到底可不可行 我先给大家讲原理 因为我觉得有人出来做这个解说运营是很好的事情 也避免那些只看一两句话就直接断伤取义的懒人包的那种观众 那我先跟大家讲这套的原理其实是在于呢 因为维加是很需要买护符的一个角色 是唯一一只可以吃到护符张素 那跟齐勒斯的这个秘遗增伤有很合理的联动 在这个版本里面其实不管什么阵容 如果你后期有办法放齐勒斯开秘遗 把护符贴在他身上其实都是巨大的提升 这个逻辑跟思路看似没有问题 但其实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所在 因为这一个玩法呢 你很取决于的其实不是自己的状态上怎么样 而是外边Lobby的这个强度怎么样 今天当外边的Lobby强度都很强的时候 你到五张节你就是一个纯粹的血包 假设你是大师以上的玩家 可能是大师精英宗师 你在外面五张节你可能赢一波都算你捡到 你这是钻石的玩家你可能可以有机会赢两波 你是翡翠或是以下的玩家你可能在四五张节你可以赢三波 这是更多 甚至保持联盛上九上十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结论就是你以三倍二两张为主轴的这个角色 其实小法已经算是很优秀的 跟维可斯可以去互相配合的一个角色了 但这个打法其实不能让你去作为一个标准的攻势去做走向 当然如果你在大师以下 你把把用这种方法运营上九 那你可以上很多分蛋章其实挺好的 你找到一个七等你可以很好的攻势阵容 但实际上呢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样子去七等第三费二星 去保自己的质量跟血量 其实在开季的时候因为有这个护服的关系 很多人被独过打到突破血流 就已经发现到4-1到4-5这个弱势棋的七等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直接去拉八等去低四费二星 而是选择应该再有高优秀羁绊的对子 就是各种三费跟二费的这种对子还有四费 你有把这些对子留下来 然后靠七等的概率低护服的同时 顺便提升对子的质量 可以让你在整体的运营过得比较舒服 你把你的拉八旗沿杠到4-5再去做拉八启动 那你的这个护服可以帮助你保住4-1到4-3的质量 跟血量其实就已经很关键了 那两波容错会影响到你最终的阵容能否大成 那这个打法怎么会适用呢 假设今天你想像想要玩法系阵容 当你今天你已经发现你的雷兹跟卡玛 基本上都抽不太到的可能的时候 像可能你的雷兹被堵阿里的抽走 然后卡玛刚好有一家什么天柱勇者启动 然后或者是掉他把卡玛拿光 那你也不好去拿卡玛的时候 其实你就有那个征兆 然后你发现你4-1 4-2上八的钱又其实不是很多 你这种时候就可以选择用这种打法去延缓 你的这个上八的启动期 那这样子会对你整个运营来的相对平滑很多 选择赌维可思跟小法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你还可以顺便抵耐掉就是想要赌 纯粹的维可思跟小法的独够 但实际上如果你是拿到经济超载的三费 小法跟维可思 他们像你可能是开这个微光隆灵的这个彩色局去做启动 你会看到像在比赛的时候 Terry就曾经用这个7等低了小法跟维可思3的同时 低到其中一支3选择去上9运营的一个玩法是直接打到吃鸡 但那个前提是建立在他有一支三费三星 而不是直接二星就选择去滑水上9 Terry那一局很明显是把影片所有的上限全部找出来了 而且他那一局在5-1的时候就已经双3 5-3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了9等 且可以基本上说是要比这个所谓的速九低法的大成在成非常多了 但老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仍然被人家打到剩下一波的容错差点就暴毙了 那你就知道如果在顶分段你用这样的玩法去速九 我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应该不用多做解释 那好 但是我必须还是要讲 因为其实像他这样子的运营法呢 我其实也很常去选择在7等低护服 低三费二星去做这个战力的核心提升 但不局限于仅仅只是法师的公式 但我必须要说 因为其实法师的公式已经是大师中师以下 一般的玩家所能够去力所能及的了 因为大多数人玩这套可能很多人都 甚至都不知道说到底要怎么样去用 你可以看到像影片这里我在打的是台服大概在赚三的场 那我这里呢 拼法也是类似的 只是不太一样 不太有点在于其实我中期过度是以尼可二星剩二星 然后我的后排因为实在低不到 只能用个二星阿里跟二星的唯一 这个阿里是已经被削弱过的 不是那个伤害爆表的那个阿里 但然后是如此我用这样的方法打钻石局 我依然在这个四五章节滑水的非常滋润 然后以至于我后期有机会去上九 最后九五鬼转当然没有能打过本来就已经走好的大城的阵容 但这也正正说明了其实他的这个玩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平常也偶尔会有用到这样子的局 这也是为什么高端在打低分段 基本上是炸鱼 外加他们相对不容易暴毙跟后市许多 还有一个点就是 这个版本考验大家拼证能力太多了 但是秘移的齐勒斯的护服 现在变成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在后期开上线的方案 也就是说其实这季还有很多无费卡 但都不如齐勒斯丢上去开两秘移 然后帮他贴在护服贴在他身上 这也是为什么阿里到现在即便被砍他还是这么强 在前几天的影片底层阿里为什么还能继续活着的原因也介绍过了 那这边总结一下 我知道有人还是懒得听这些基础原理 那懒人包就放在这里了 如果你擅长运营 你想要把把运营的话 你要去学习7等低3费跟2费的一些高质量对子 让你去更有效的去上到8、9等 然后以去后期找出95的上线 影片这个交述的这个法师 维加加维可斯的一个法师过渡上9 其实只是一个引导的方向跟观念 这一季的可组合性羁绊太多 并不只局限于这一个攻势阵容 但如果你是新手玩家 钻石以下的话 你只用这个攻势阵容 我认为你上到钻石甚至上到大师 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过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开始需要去学习 摒弃掉一些那个影片很常教的什么 几杠几拉几 几杠几要低几下 或者是什么时候你要最好抽出什么多少质量 那你就必须要 比弃掉这些观念 你才有可能用这个方式去上分 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学不好的原因 因为在交战期的时候 我就很常跟大家讲 我不喜欢告诉大家这些制式的观念 因为这些制式的观念 会毁了一个人在后期的上限 就是你现在要去重新接受 他这个七等级的观念 你就完全无法接受得了 这会导致你更把自己的观念混淆的莫名其妙 所以你听完这边你突然想练了 建议去把前面的原理听一听 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总结的蓝包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被定型 那我会建议你可以稍微尝试一下 或许你会发现一个很好的上分思路 但如果你已经有点被以往的观念跟公私制式的话 我就会建议你 当你已经达到一定的分段 就如果你可能是钻石以上的玩家 我就不推荐你再去用这个东西 把自己的观念搞得更混淆了 因为我实在不想增加自己的教学 跟直播被问问题的负担 那如果你是大师以上的话 你原本其实玩的就已经很好了 那你偶尔可以稍微在0分的时候 或者是发现真的没牌的时候 去练一下这样的方法 然后试试看效果 这个练会了 也许某些这种天崩老八局 你就靠这个玩法至少玩到狗到分 吃鸡可能不容易 但是狗到分这个玩法必须要说 它完美的避免你老七老八 这个是很肯定的 好啦 那希望以上这支影片的补充 对大家的观念更有帮助 也希望大家可以尽量避免 减少用公式在玩联盟战棋 毕竟你们上数学课的时候 你们都没那么认真 好啦 那本期影片就告一个段落了 那我是Nye 大家有兴趣可以把这把看到最后 这把只是我实况随便 找的一场素材 但可以看到 就是这一局拼到了最后 差点打到了吃鸡 低的再好一点 对手的质量稍微再差一点 其实就已经吃鸡了